这些是大型的投资 但是我们一直在大型投资 在技术上 一句话道破 这就是一场AI的世纪豪赌 超微执行长苏兹峰旋风访台 唯一接受一家电视台 财经媒体的独家专访 就点名东森财经 当然开门见山 谈的是AI大爆发 我最近来到2019年 我认为我们的投资 是7亿亿亿 短短三到四年 AMD营收暴增超过三倍 但这还只是起手势 以号称怪物等级的 MI300X晶片震撼市场 甚至被认为可以挑战挥达 因为在生成式AI领域 运算能力强才能制霸 收度谈到和表舅 会搭执行长黄仁勋的竞争 苏兹峰认为竞争很健康 目前和台湾合作伙伴的计划 已经看到未来三到五年 一场15分钟 极其难得的独家专访 深刻了解苏兹峰 将如何把超微 成功推上AI的顶峰 东森台湾新闻 刘子腾叶子今在台北部 我说明是我们的 我们的计划